这可能是网易版最写实最硬核的军事装备模组了 里面呢不仅还有战术装备还有3D近战武器 想拍军事题材的微电影或者说是连击枪战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各位好今天的话给带来四款枪械模组 大家都说我更新吗 等等 小七 好好好就这样吧 这期视频呢如果点赞过2000 明天我直接开启连根模式 里面有一个赞算一个 那首先第一款创世纪武装体验版 里面呢增加了98武器的模型和一把可以使用的枪械 模型呢可以放在地上或者说是墙上当作一个装饰品 但是呢建模还是十分精致的 武器方面呢会有很多的按钮也做出了各种动作 比如说瞄准滑铲下蹲爬行 另外第三人身的持枪动作也得到了优化 总体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呢免费版武器有点少 那第二款战争装甲 这里可能就要说了 这不是600钻石吗 哪里免费了 不要着急店主的馈赠里面广告专案区 10个广告直接免费获取 快去看看你有没有店主的馈赠吧 这款呢我感觉是最写实的装备模组了 物品呢也是十分的繁多 套装搭不起来效果非常的帅气 除了装备还带有各种的3D竞争武器 虽然说呢这个效果很一般啊 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强吧 喜欢军事题材的小板 或者说是啊想拍军事风格的微电影 我是十分推荐这款的 那问题来了 如果这款模组呢满分15分 你会给它多少分呢 那第三款是灵萌的恶灵势力体验版 这款呢只能够体验两把 分别是转换者和小帮手 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有恶灵势力模组吧 来我来问问 恶灵势力有完整版的小板的扣波1 没有的小板的扣波2 啊不像我 老板最初的牛肉面面的和灵萌的 我都有 这种怎么算呢 开个玩笑 这个呢也是不对于那些不充值的平民党 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都有详细的给它介绍过 因此呢这边的话就简单的给它盘点一下就行 那第四款是最近新出的灵萌科技枪械模组 十万加的下子量 4.7的高分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说呢又只增加了一把枪械 但是这些换弹下蹲瞄准解释奔跑动作 这都有做出来 当然还有滑铲 亮点就是这个奔跑动作有点感觉啊 怎么一股屎味啊兄弟们 那你都看到这里了 就点个赞再走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下期见 大家拜拜